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警察呢我就闪 为什么呢 做些病了 做些病了 毛病 这个毛病呢就在北京养成的 看到警察自己没干什么都想做贼的事 因为警察它代表的是党的国家 警察抓谁打谁就是对的 警察在我的心目当中就是抓人打人的 他别的活没干 所以来到海外呢 做些病根了吗 所以来到海外乍看警察就啥 看见警察就啥 说不上来心里那种反应 结果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呢 时间长了呢 特别是有一次呢 我们大家有交通告票啊 就是到这个法庭去去跟不服警察的判决 警察 我们当时我印象挺深刻 那到了法庭里面处理这种交通案子都是很多案子合在一起了 大概有四五十个案 那 而警察当时到到这个道庭呢 大概有七八个 男人都穿着西服 而且警察跟这个被罚者之间呢 大家在商量 就说处理这件事情 那警察说的很清楚 我执行公务 我按照法律条规去做 你呢 可能有你的理由 那我们把这件事情 我们商量呢 怎么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那因为交通嘛 都有这种管制了 跑点啊 罚钱啊 类似的 那我们商量一个大家都接受的方式 庭外解决 这是我第一次在我们看到 哦 感情警察跟这个被他抓的人中间是这么处理问题 让我挺吃惊 让我挺感叹 然后人家说了 警察是什么呢 警察是服务于社区的 有困难找警察 那在中国说有困难找警察呢 大家就心里一机灵 我找了警察 没事都得出了事 完全是反的 这就是警察的国家 这是专制体制的国家所造成的 所以这就我说 全民我们都在政治的国家之中 他是独裁的体制 他就自然就变成是政治 而一旦在政治的体制当中出现什么问题 上层出现问题的时候呢 他就会把其他的问题都边缘化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 今天中国所面临的经济问题呢 被王立军 薄熙来 周永康给弱化了 那这两天呢 是比较小 所以经济问题呢 就又浮出了水面 美国的外交杂志 有一篇文章 直接谈到目前 今天 我面临的中国的经济的状况 文章题目 这么说的 中国经济病重 心脏病发 或是癌症 这篇文章实际是被刊登在著名的时事杂志外交架上 他上来就提到 中国经济的急速减速 让全球的决策者十分关注 摆在中国面前的经济之路 是面临的短期心脏病发作呢 还是长期的无可救药的癌症 这话说的 横竖就是一死了 没招了 他讲说 后者要按照目前的路线走下去 那是必然的结果 也就是癌症 按照现在这个路走下去 就是癌症 而前者说 虽然冒一定风险 但是多少有一点生机 就是改革 如果真的直面改革 好歹有一拼 就是这么个意思 文章上来的副标题 中国经济的内在呢 极度的不平衡 而他实际引述的呢 是我们昨天一期节目当中 出自于同一个作者 他在这篇文章当中说 根据中共的最新发布的数据表明 第一季度的经济增长呢 实际是大幅度下缓 让人怀疑 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发动机呢 已经陷于停滞状态 而对于西方而言 欧洲目前陷入了衰退 而美国的复苏乏力 所以中国经济的停滞呢 并不是美国人或者欧洲人所乐意见到的 那肯定的 但是呢 今天中国呢 我上期节目当中提到 中国呢 已经跟世界经济当中呢 联维一体了 所以他想翻版 想独自有所改善 不太可能了 特别是经历过2008年 那一波折之后 再下来 他已经没那个力量 完全靠政府大规模投资去保住自己的面子 或者保住临时的稳定性 那文章接着讲说 目前中国经济减速的根本原因大概是两个 一个是从去年开始的 为了遏制通胀和冷却房地产市场所采取的金融紧缩政策 而另一个则是与欧洲危机直接相关的外贸需求降低所造成的 这个呢 我相信稍微有一点基本常识的人呢 都可以看得到和意识到 如果稍微基本常识的人都可以意识到的话呢 就说明这样的经济衰退 这种危机呢 已经非常普遍化 不可避免了 紧接着他就提到是如何面对短期的心脏病发作 他讲说 就短期而言 大部分观察家担心中国经济可能会出现心脏病发作 在最糟糕的情况之下 经济的停滞或者衰退 将会令中国高度负债的地方政府 房地产开发商 以及国有企业呢 陷入破产的境地 而同时 中国主要依靠中小型企业和外企所支撑的外贸呢 出现萎缩 并且出现大量裁员 他现在提到的这种状况呢 目前正在发生着 所以如何改变 这是问题 在他看来 这就是心脏病 其实这就是我一再提到的说 为什么胡温你必须面对现在情况 你一定要靠放松社会的压力 放松人们精神和心理上的压力 来缓解经济层面的这种你不可逆转 没有办法的局面 这样的话会造成社会的冲荡的机会呢 会减小 而冲突的这种极度性呢 会减弱 他明确讲说 这种短期的心脏病发作 对于很多其他国家来讲呢 会造成银行本身的危机 但是在中国呢 可能略有所不同 因为中国的银行归国家所有 所以除非国家本身破产 而中国的存款人呢 对政府所承担的银行彻底丧失信心 那中国国有的银行呢 才会出现有问题 但是目前看来呢 还不至于 那我这里想提到的一个问题呢 很关键的问题呢 国有的银行其实也被少数家族企业呢 占有着实际操控 而到底国有银行有多大的真正的运作能力呢 我们觉得画个问号 为什么呢 大家想一想 如果中央委员 中央后部委员和中纪委委员 每个平均家庭家里面有两个到三个人都已经移居到海外 他们需要钱花 他们花钱带走的钱呢 不是咱们说带个三两万 不是这个数 人都是从亿的角度 多少个亿 多少个亿 那么带 你要说金正日吧 他们是一家 卡扎菲吧 他也是一家 今天在中国呢 他不是一家 他是一群 这一群呢 对中国人来讲呢 是少数 但是对于这个国家贪腐的角度来讲呢 他又是多数 国有资产 国家的财产 91%点多被太子党所占有 所以这里说的 除非国家本身破产 所以从国有银行来讲呢 应该在这种独裁体制之下呢 他有抗争的可能 这就是我怀疑之处 你站在独裁的体制是这么回事 但是你站在各个家族 占有国有银行 国有企业的角度来讲 我跟您说比那还悬 您说是不是这道理 而老百姓呢 中国人爱存钱 靠存钱来养老 靠存钱来房不测 这是中国人的习惯 但是今天大家谁都吃不准 一旦出现挤兑状况 那整个国家会崩溃的 我相信大家能够意识到这种道理 而出现挤兑状况呢 是老百姓对这个体制 对这个社会不信任了 必须把钱放在自己兜里才安稳 这就是我提到的 胡温必须快马加鞭 从社会层面 从政治体制的改革方面 从整个国体方面进行改革 这个改革的速度要追上经济崩溃的速度 因为你改革的速度追不上经济崩溃的速度的话 这个经济状况一出现 人们的信心丧失的话 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冲突 而你社会当出现开放状态 人们心理压力减弱的时候呢 那人们会对目前的经济状况的这种衰败呢 有一种接受度 缓解社会压力 这就是在赛跑 如果你这个时候 胡温你还琢磨着说 我们家怎么着啊 他们家怎么着啊 谁会踹我一脚 谁隔着我一下 你在扎过那事儿 那就完蛋了 那就变成了小脚老太太了 没见过世面 瞎来了 而小脚老太太瞎来干出什么事儿呢 干出的就是裹脚步的事儿 又臭又伤 什么用都没有 刚才提到的是心脏病发作短期的 那紧接着他就提到另外一个概念 如果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持续的话 那将会扼杀长期繁荣的癌细胞 另外一个短期的策略就是放松信贷 中国人民银行已经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这让银行可以有更多的贷款 不过如果实际需求疲软的话 贷款人没有项目可以投资的情况下 这个办法就不会太奏效 投资放钱但干嘛 对吧 还盖房子 现在房子卖不出去呢 还盖铁路 盖高铁 你还想翻多少辆车 高铁可是08年刺激经济的时候的一个主要的项目之一 所以人家吃回扣一下吃8个亿 多爽啊 哥们您在那还一小时挣多少钱 哪喝哪啊 那叫挣钱吗 对吧 那连要钱都算不上 这就是当官的好处 但在这个背景之下 我们也看到了所谓的政府的投资 实际相当额度是满足了具体官员的贪婪 没有投资上哪找钱去 所以没有找钱 国家怎么能够发展呢 在国家的发展过程当中 这炮就得靠贪污 靠项目才得吹起来 如果以贪污的形式来刺激整个社会发展的话 一旦这个炮崩的话 我相信要远远超过于外面的人 所想象的程度 这就是最可怕的 这就是我一再提到的 为什么政治体制必须改革 那今天他提到的所谓的癌症的问题 就是你继续放贷的话 拿了钱的人只能装兜里往外跑 因为他没项目可投 这就造成了问题更大 他紧接着讲说 在中国的社会当中 独裁的体制之下 政府的投资却给当局带来了政绩 而老百姓所获得的却是极少的 这是其他社会所不具备 这是中国特色 他这里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他说实际上 中国民众已经为这癌症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也就是中共的靠政府投资这种长期投入 官员腐败这种事情 他称为癌症 他说这个癌症意思不外乎就是独裁体制 无法根治 根本无法清除掉 他是跟独裁体制并行的双胞胎 他说这种高昂的代价表现在 整体的GDP当中所获得的份额 老百姓获得的份额只有42% 而中国家庭的消费只占经济的35% 这在世界上所有主要的经济体当中是最低的 GDP的发展 国家的繁荣 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等同的幸福 而任何其他一个主要的经济实体的国家 国家的繁荣都给老百姓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幸福 中国人获得的同样增长的获得的幸福感 在全世界来相比来讲是最低的 而那笔钱谁弄走了呢 当官的弄走了 家族们拿走了 太子党们拿走了 否则的话 他上哪儿花钱去找女星 上哪儿去花钱买法拉利 对吧 否则的话 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世界奢侈品当中消费的第一大国 那钱哪来的 不正是从咱们老百姓的饭碗里抠出去的吗 而可气的在哪呢 中共有个中宣部宣传咱老百姓的说 今天中国好繁荣啊 你看北京盖的楼 你看上海外滩多漂亮 我说了一句最实在的话 北京再漂亮关你屁事啊 上海外滩无论多漂亮 你敢走到跟前吗 保安打你 那地方不许你走 这实在吧 人家说的是文化的话 说中国家庭消费占整个经济的35% 占的比重最低 咱说的是实在的话 大楼盖半天 不关你事 农民工盖楼的时候需要你 楼盖完了 你敢凑近一步 打伸你的腿 对吧 这个你得清楚 所以在这里呢 这篇文章里也提到 中共当局本身投资给予了中共当局一个非常大量的政绩的表现 那就是高楼大厦和野心勃勃的高科技工厂 然而给老百姓所带来的收益却越来越少 少之又少 中国国企的繁荣是因为他们获得了政治上的免费的资本 而就效率而言 他们和西方的私营企业竞争者根本无法相比 在这个背景之下 这就是今天中国所面临的一切 他唯一的出路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社会体制改革 改革之后 减缓这无法避免的经济崩溃的冲突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